现在我们要学的是既然我已经把这个成品是不是已经送出去给TablePublic的银端伺服器 所以我应该还是有权利把它抓回来继续编辑使用 好那这一件事情我要怎么做 我现在第一件事情你先快速点两下桌面上的TablePublic 就是一样我们先打开TablePublic 好请点盘 从TablePublic中选取 请你选你刚刚放上去了 然后点选开启 喜欢是不是就叫回来了 我们要继续讲下去了 那刚刚介绍到季也就是热季 还有望月原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 其实登革热号发生在8月到12月 好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一个绿色的城市是值得我们来去好好研究的 好 接下来接下来我要继续讲连续性分析 好那滑鼠右借请把各月限制确诊人数 是请再重复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边这边还有这一个年 就是上面不是有一组就是让你去做淡季 淡月旺季旺月的分析 下面这个还有一组也是年季月 那你就必须要懂这边到底是在讲什么 好这就是在讲连续性请点年 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刚刚刚刚是刚刚这个地方它是不是7月到8月中间有分隔这叫分类 请问这边2014连续到2015中间没有分隔了 这叫连续 现在就是整个2014年完毕之后讲整个2015年讲2016年 可以理解吗 这叫连续性分析 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连续性改成改成什么 季来去看 也就是说你可以发现2014年2014年的第一季很少 第二季很少 第三季突然暴增 第四季暴增 好然后到了2015年 你看这也是第三季暴增 第四季暴增 到了2016年也是 2017年一定也都是 反正就是第三第四季就是会暴增就对了 所以这叫连续性分析 你看一个接一个 既然是连续性 所以我一定要请你们改成用这种折线来去呈现 就是当我们今天去看到那个这样子的分析 这叫类别分析 如何去做登革热的连续性分析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的X轴一定是时间 所以在这边一样选什么 选这个发定日快速点两下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下面下面这个 在维度里面快速点两下 发定日 接下来下一件事情 请在确定病例数 这个测度我要应用上去 好快速点两下 然后因为它是连续性的资料 所以请把它改成这一张图 它把它每一个点串联起来 这就是连续性 只有时间可以这样做 好 所以教你们一招 这也是这套软件很棒的 一劳永逸就全部都设定完 好 请点回来 各位请点回来这个 各年限制确诊人数 这边我们是不是曾经设定过 年发病日的筛选 我们限定筛选的范围是什么时候 就是2014到2021 这么多年 对不对 好 然后请你 请你点这个往下的三角形 然后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一个叫套用余 套用余 本来是不是套用余 这一张工作条 对不对 干脆请你设定 所有相关资料来源的所有项目 好 请点它 点了它以后 你这时候再来看 这个各月限制确诊人数 因为每一张既然都要做筛选 干脆你就先去锁定 锁定 锁定你的资料 因为2014到2021其实也够长了 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 它把年当作是一个类别 例如说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对不对 这样子的又分析 那可是这个 这个的分析 这叫什么 来快速修整一下 它叫做各年 各年限制确诊人数 连续分析 我们从 我们从这张图中 我们就可以直接让主管一目了然知道 其实我们 2014年 2015年 我们的登革热数 它是突然爆增 可是之后 从2016年开始 它其实都是很低的 代表说 我们在各县市的一个就是防治是有效的 请注意看 连续性分析有没有季节性的分析 请点这个 这个连续性分析 然后请选到G 主要主要就是在讲说 你看 就是两个这样冒起来 然后就很低 两个冒起来 然后就很低 有看到吗 然后 如果你要看得更仔细 这两年 我们是不看的 好了 我们要比较的是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好像它是有一个 波浪 隐隐约约的呈现 假设这张表 我想要跳过 20 这个 我想要跳过这一段时间 有一个做法 有一个做法 你可以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就是把这个G G 发病日 Ctrl就按住 然后再拖曳过来 然后黏 下一步 对 这边因为已经设定了一致 所以它不让你再做第二次的设定 所以就直接编辑它 直接编辑就好了 就是把这个2014跟2015先关掉 确定 就是这边已经做了一个全部都是这样设定 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编辑筛选条件 来请点这个网下的三角形 编辑筛选条件 然后请把这两年关掉 怕你等一下忘记 加回来 所以我们先做这件事好了 请点选这边往下的三角形 请去选 选选选选选条件 选选选 就是右边它就会把那个选选条件 全部都列出来 好 你现在打勾2014 2015 请问一下 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只能看到这边的特性 我就看不到这边的特性了 为什么 因为数值差距太遥远了 所以呢 请把2014 2015关掉 好 请问一下 如果说我们现在去看 用连续性 用各年各季的连续性分析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2016年第一季 还蛮高的 因为可能是2015年年底 那时候还蛮高的 可是到了第二季 是不是整个减少 减少 但没有消失 然后第三季稍微有一丁点的上升 第四季又下降回来 所以请问 当你今天看到了这种情形的表现 可不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就是它会慢慢减少 减少到变成震荡 震荡就是一下高一点点 一下又小一点点 很像那个股市上下在那边做变化 对不对 但是 但是请问你 如果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建议 建议再加个趋势线 请你一定要记住 连续型资料 我们可以加个趋势线 就是 然后是右键点 就是空白的地方 趋势线 显示趋势线 好 不过请问一下 我们从连续型分期 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趋势线 所以这边就衍生出来一个现象 就是 从2016年到2021年 登革日的确诊病患人数 自在减少 对不对 2021年达到最低 这以上就是连续型分期 你觉得连续型分期 跟刚刚的类别分期 你觉得这连续型分期重要 我觉得都很重要 所以这个时候要做统计简定 怎么做 再继续下探 变成月 六年 六年 每年12个月 就变成72个月 请问这个 这个 这个记 请改成月 如果它是真相 你 年 连续型各年 连续型各年季 现在是连续型年月 年季月分期 对不对 像这是什么 2016年的1月 2月3月4月5月 6月7月 以此类推 可以吗 像这边可能是2017年的1月 然后2月3月 一直到这边 我先刻意把2016年也拿掉 好吧 请问从这个连续性的分期 我们知道每一年它可能都会有 它都会有一些特殊性的表现 请问一下 2018年高峰发生在8月 2019年高峰发生在7月 你觉得 这样子 虽然是要去问 为什么 这是第一个要问的问题 第二 第二 2022年 它偏低 也就是因为2021年偏低 你看整个2021年 你看整个2021年 是非常低的 所以你就不觉得应该值得我们来去思考一下 这边是2017年的8月是高峰 2019年的高峰 2018年的8月是高峰 那这两峰之间的差距 这次也是很重要的重点 好了 那请问一下 我刚从年到季到月 你觉得 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适合来去呈现 然后去说明给你的老板听 是这个连续的年 有看到吗 连续的年 还是连续的季 还是连续的月 再来就是 这个是7月 对不对 就是这个到这个月是8月到8月 然后这个地方的8月是在这里 7月就已经提早了 所以 这个是2019年7月 这边是不是要看到一个高峰 它是在2020年的9月 而不是8月 对不对 还有2021年没有峰值 对吧 以上 请把这个 这个叫连续性分析 就暂时介绍到这边 请点档案底下的储存 Table Public 可以吗 这边不是存在本极端 这边是把这个档案 存放在Table Public 上面 来请点 档案 然后 Table Public 可以吗 可以吗 所以这边就已经有了12345 五张都是单张的一个就是资料分析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